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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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太太 李太太 王太太等着您打麻将呢 真的呀 太好了 来了 对不起啊 对不起啊 先生 先生 你是不是要租房子的 要租房子我们这里有啊 我们这里水啊 电啊都很方便的 来来来来 我不是租房子的 我是在这儿等人的 要中间人啊 不要中间人的 中间人是靠不住的 我们这里有 来来来 进来进来进来 毕丝 你可回来了 怎么是你啊 我 这位小兄弟 我和他有话要说 你能不能 好好好 我去买点吃的东西 你们到屋里去谈 去吧 好 来 这位小兄弟啊 你看啊 情况是这样的 我们想麻烦你 看能不能帮我们 接个 来来来来 来来报纸了 报纸了 这好美啊 先生 这报纸吗 哎 真像一个世外桃源 要是抗战胜利了 咱们也别去国外了 就到西唐来吧 开学校 教学生 这样多好啊 你看你 又来了 这一次 我们来西唐 可不是来看风景的 我已经好多年没有来过西唐了 过两天把店开起来 店面要够大 我们要以夫妻的生活 开展我们的工作 这个转应战 对于前线的将士们来说 是很重要的 是啊 走吧 不行不行不行 这次我真的帮不了他 我做不来的 汉长兄弟 你这次如果不帮我们少爷 我们少爷可就出大事了 你一定得帮帮他 好吗 其实不是我不想帮他 是我真的做不来吗 你能做到的 我们少爷平时也不管公司的事的 场面上的人他也不认识的 到时候你只要面带笑容 跟着二叔 场面的事他会应付的 那少爷什么时候回来 他办完事就回来 好 这是家里人的照片 你先拿着 熟悉熟悉 好吗 那咱们说定了 我到后半夜开车来接你 我先走了 记住了 马大哥 好 我知道 好的 好 知道了 什么事 村上先生 明天上午张家的传运公司 要任命新总经理 酒会在惠中饭店举行 新的总经理是谁啊 是张家少爷张子卿 说起来 他还是我们的同志呢 张少爷当总经理 那他今天怎么去西塘啊 他父亲的灵鹫被送去西塘了 可能是去拜祭了吧 是这样啊 好吧 明天我去惠中饭店去看一下 好了 去吧 好衣服 反正啊 你都给人张家当过新郎官了 当过孝子了 再当一把总经理 也没什么了不起的 我想当还没得当呢 你别说风凉话了 我都快急坏了 到时候那么多人 那么大场面 我连想都没敢想 又不是你要去当总经理 是他们让你当的 大不了漏了馅 你再回来 再当你的李汉昌了 真要是漏馅了 我倒没什么 那一定会给张少爷 带来不少麻烦 反正你也答应那姓马的了 不去也得去啊 你要是真觉得那张少爷好 你再帮他一把呗 明天啊 你就可以当总经理了 我真想和你去 惠中饭店看看 我经常路过那 可从来都没进去过 那门口看门的洋人 可凶了 明天我就是总经理的 好朋友了 我就可以进去了 看那门口看门的洋人 还敢对我凶 哼 哼 嗯 爸 爸 买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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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氏传运公司换总经理了 看报 看报 大家看报 张子清掌握张氏传运公司 买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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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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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不说 他照着 让我们来 把你咋的 这一段故事 专业是 那么人 您别太紧张啊 凡是有我和二老爷替您张罗着 您在场面上应酬一下就行了 别紧张 是啊 放松一点 奶奶相信你能行的 快去把早饭吃了 奶奶今天陪着你一块去 有时候你只要面带笑容 点点头就行了 少爷 吃早饭了 哦 吃 奶奶 放松点啊 放松点 那我先走了 去吧 去吧 这孩子怎么紧张成这样 我先走了 我先走了 你不要再走 我先走了 我先走了 中文字幕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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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